大家好 今天这个影片我们要教大家如何透过宝石学上的一些方法来辨识绿色的宝石 所谓宝石学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科学方法 透过这些科学方法呢 我们去获得一些相关的一些矿物的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的一个讯息 并藉由这些讯息或者是数据来辨识这个矿物或者是宝石的身份 这是我们今天会运用到的一个检测样 分别是蓝玉水、翡翠、塑料也就是像塑胶或者是亚克力这类的质品 绿玉水、蓝色的玛瑙 宝石学上面运用到的一个检测方法呢通常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运用辅助性的工具 另外一种就是运用所谓的诊断性工具 辅助性的工具通常就是用来提供我们一些参考 但是它并不能够正确的去辨识出这个宝石的身份 但是诊断性的工具就可以 主要的诊断性工具有三个 一个就是放大镜 接下来就是分光镜以及折射仪 那在辅助性的工具我们常常用来参考的 比方说CCF、二色镜或者是偏光镜 还有紫外灯照射出来的结果以及物质的一个比重资料等等 那我们今天会运用到的主要就是我红色标示出来的这几类 接着我们把这些宝石放到融合 或者是保护它们的这种融谱上面 来便于检测 把我们要测试的一些工具准备好 分别是会用到的镊子、放大镜、CCF、二色镜还有分光镜 首先我们就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观察 在十倍放大镜底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绿水上面呢 会出现很多这种小小的一个绿色的点状或者是片状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包裹体 那在塑料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注膜痕 每一个塑料它都会有一个脱膜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那它本身呢 还会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个内含物 蓝色的玛瑙呢 它是非常的一个清透 有时候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包裹体在里面 所以常常被拿来作为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个宝石的一个防品 但是如果你仔细透过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 有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它会出现这种条纹状或者是平行状的一个玛瑙纹 当它切成是比较小块的一个形状的时候 这个玛瑙纹呢就不会很明显 所以你常常要很细心的透过一个不同的角度 会去看到它有出现这种很平行 或者是很均匀的条块状的一个纹理 接着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在不同的角度下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它是一个很不均匀的 一个宝石 那在不同的位置呢会出现这种不同的小点 或者是 不规则的这种块状的一个包裹体 那另外一颗呢 它更很清楚的呈现我们之前谈到的 它是这种沉淀型的一个矿意所形成的 所以呢 它 在切磨宝石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上面 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当成是它的顶端 下面比较浅的地方呢 当成它的底端 所以呢 你看到的这个绿水的carbunch 它就会颜色呈现这种 比较上面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但是如果你透过一个侧面的角度 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在上面这个规则的一个 阶层上面呢 它很清楚的是比较色深的这个阶层 那下面这个层呢 是比较透明的一个阶层 每一个阶层其实都会出现这种不同颜色的 一个很小颗粒的一个绿色的一个物质在里面 如果是蓝浴水 那就是蓝色的一个小颗粒的一个包裹体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ccf的结果 这是还没有在使用ccf之前 透过一个ccf的一个滤镜的呈现 没有 跟有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不管是塑料 或者是 蓝色的玛瑙 它都会出现有这个红色的一个反应 翡翠 虽然本身它也是含个 可是在这边看到的一个效果 就比较弱一点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翡翠本身等级 可能没有高到非常高 所以它含的一个个的一个元素 可能也比较少 蓝浴水因为它是同质色 所以它就没有呈现出这种 红色的一个反应 依据前面的文件探讨的影片里面谈到的 绿浴水呢 它虽然本身是有镍姿色 可是因为它含有微量的 个 跟铁 而导致成它出现这种不同的一个绿色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 不同的一个绿色的一个 绿浴水状态下 它呈现出的 颜色 确实是有所差异 这也反映出 它可能含的 多寡的一个 差异性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 原本的绿跟CCF下面的红 的一个差异性 这边呢我们来看到 二色镜的一个效果 蓝浴水是 一点点微微的一个二色镜的一个效果 翡翠就看不太出来了 这个塑料呢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绿浴水的深色跟浅色的一个比较性 我们可以看到浅色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最后是玛瑙 玛瑶呢 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二色性的一个出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偏光镜的一个效果 好 蓝浴水呢 在偏光镜下面是全量的一个反应 换一下翡翠 找一颗颜色比较浅的 效果会比较好 翡翠呢 转动360度呢 也是全量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来看的是 塑料的一个反应 因为这一颗是颜色很深的一个塑料 所以看出来是很深的一个样子 但是转动的效果 也是把它归为全部都是颜色一致的 全量的一个反应 然后我们来看的是 绿浴水 也是全量的一个反应 这个蓝色的玛瑙呢 一样转动360度呢 都是呈现全量的一个反应 综合前面的所有的实验 我们来做出以下的结论 首先是呢 放大观察 确实是判断 各种不同物质 最经典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不同物质呢 它确实会有不同的一个包裹体 在里面 比方说呢 玉髓类呢 它就会有点状物 或者是不规则形状的一个 包裹体在里面 翡翠呢 就会有像棉絮状的一个物质在里面 那玛瑙呢 就会有它本身 天然的一个玛瑙 只是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要透过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才会发现它 在CCF下面的反应呢 是非常有趣的 尤其是在绿玉髓的一个部分 根据前面绿玉髓 里面谈到的三篇文章呢 分别是早中晚期的三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早期的 他认为呢 绿玉髓在CCF下面是没有反应的 可是在我们今天实验看起来 并非如此 我们的论点反而是比较接近 前年最晚的 发表的那篇文章 也就是说呢 绿玉髓它虽然本身是镍字色 可是它带有微量的 各以及铁元素 尤其是含各的 这个部分 所以才会导致 它会出现这种不同的 绿色的 浓度的一个差异 那在这个各的含量的一个部分呢 可以透过这个CCF 确实可以观察得到 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 再者呢 在翡翠的部分呢 就是比较要 小心一点 就是它虽然全部都是由 各元素所导致它变成是一个绿色的样貌 可是我们在CCF下面看到的结果 并非如此 原因可能就是我本身的翡翠并不是很高档 但是在这个地方也必须提醒大家很多 染色的 翡翠早期用的染料都是用个盐去进行染色 所以呢 很多翡翠在早期呢会用CCF去做判断 但是近几年来随着防止技术越来越进步 他们越来越会去避免这种可以撤得出来的一个染料 在二色镜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玉髓跟玛瑙类会出现这种 適色性的一个反应 在偏光镜的影的检测之下呢 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玉髓 玛瑙或者是翡翠 以及塑料 都会出现这种全量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最后的总结 就是 最好的方法还是透过放大镜进行观测 观察到的特殊的一个包裹体 才是最好的一个辨识方法 不管是绿色的包裹体 或者是注膜的一个mark 或者是平行的纹理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辨识保湿身份的一个好方法 以上 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